您相信苍蝇会说话吗? 有名字的苍蝇李春娇飞了四天来到台湾的观音箱 就为了礼拜活观音 忏悔灭罪后即自然往生 这样的奇迹您听说过吗? 真人实事就发生在您眼前 让我们一起来体验这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吧 本来我们好观想林华童子注定 念七变咒 姚灵就开始修了 今天念完七变咒 他还在那边一直说 OK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有一只苍蝇 停在我这里 有没有一开始就这样讲 我就听到有一个很脆弱的声音 一直在旁边 一直在显现出来 一直在说对不起 请原谅我 我错了 一直在那边说 那我一听 原来是停在前面的苍蝇的声音 请希望他在那边忍悔 看在前面 看在前面 看这一面 看在前面 看在前面 我晓得是哪一位金刚同门投胎 在这 他在这 我刚刚开始就一直在那边债悔对不起 那他在那边一直说 忏悔忏悔 请上师原谅他 请上师帮助他 请上师能够引渡他 怎么样讲说一大堆 所以我就叫你们看 他一直说 请我原谅他 上师请你原谅我 他会发出这种灵性的声音 一般来讲 这种无形的能够发出声音 都是有他的因缘 何况是这么微小的 这种生命体 那他一直在那边道歉 一直在那边忏悔 是不是 没看过这样 我就知道他很苦 然后我就告诉他 好 OK 你有这个智慧 能够已经身为 畜生到的苍蝇 还懂得这么一个大片地方 飞到我们这个屋子里 飞到我的前面 他也不飞到你们那边 就正好飞到我这里 然后会懂得这样子的哀求 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懂得求忏 下到三二道的出身道 你还是有心要向佛 你的灵魂灵事还是清醒 你有灿意 你就能够往生 让你暂时轮回 寄生的出身道苍蝇 能够今日借由修法 光明的铸造 让你能够脱离出身道 及时解脱吧 一直在说上师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一直讲我错了 一直在前面 普通苍蝇稍微动一下 就会飞走 他就是不肯飞 好吧 火不沙 就先夹齿煮照 你照我没用要照他 照我是每天都照 这样一只苍蝇在这里都不照 这里你看到没 你看得到吗 这样子飞都不动 你看 你有没有看到 普通苍蝇动它都飞动 它还是在那里 表示是真心的 连死都要死在你前面 普通你动来动去 苍蝇会飞的 你看 就是不动 你们有没有看到 苍蝇飞来飞去 一动它拍它就会动 你看它怎么样都不动 就是在这里 你看 飞呀 飞呀 去飞呀 你就是不飞 你看 飞呀 你们有没有看到 苍蝇这样飞 这样子风吹都会飞 它就是不动 坚持就是要忏悔 到底大礼拜在那里 现在才懂得要忏悔 人生 好吧 不要小看 这也就是灵魂 我们今天有幸变成一个肉体 灵魂一开 你看 刚刚跑来跑去的 无知的 你看 它有知就是这样 清醒 不管是哪一道 就会清醒 不清醒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不清醒 它一直说 请我原谅它 上师请你原谅我 它就往生了 我们没看过这样子吧 好了 往生了 去了 那就往生了 你看 往生了 你看 往生了 往生就往生了 往生了 往生了 好了 往生了 一天往生了 那就好了 去了 忏悔完就去了 你看 有沒有看到 你看像這種 你看一揹他就走 你看 就是不走 你看 就走了 往生了 往生了 你看你們 能夠這樣說走就走嗎 多快 忏悔完 好 往生吧 就走了 就這樣走 多快 人生如果能夠這樣多好 好 他就給你死在前面 對不對 不往生都不行 不接他都不行 算你死後還有智慧 連當蒼蠅也懂得來求 不錯啦 你看 死得多其實其地 在金剛靈搖晃 在修法前面 死後才有智慧 整個中 蓮花童子 喜宅法童 修會開始拍掌坦子 歐馬尼巴咪宏 作詞曲 李宗盛 慶索 吉他寶寶 詞曲 李宗盛 詩詞 李宗盛 那麽本世是迦牟尼佛 那麽本世是迦牟尼佛 我刚刚不知道你找到 我一说往生 他马上就翻滚 然后就不动了 就这样子 你们有看到他在翻吗 你们刚刚没有看到 我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样 后来就翻滚 对啊 我说好往生吧 我有讲往生吧 然后他就开始翻 然后就嗯 就这样子 原来苍蝇死掉是翻过来的 对不对 好像这样就叫做代表死掉了 这个本来是趴着 然后这样翻过来 你看 这么微小 这么弱小的一个身体 也有他的灵魂 那么他就是跟我讲 他这个苍蝇这一道的 以前是 是一个良家妇女 良家妇女 但是因为先生无能 嫁了一个老公无能 不能好好地找寻一个正当的工作 没有办法有能力养家 每天就是喝得醉醺醺的 没有办法正常为人 所以逼得他没有办法去找事 要打一份工 因为他善有知识 所以的朋友就介绍他工作 但是因为介绍的工作 不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因为他善有知识 就轮于最后去买仓 去做妓女 那每一天去应酬喝酒 喝得最茫茫 他说他一生当中最恨喝酒 因为他的先生老公喝酒 想不到他自己本身最后的要了磨身 最后也被逼得每天要喝得醉茫茫 每天过得不是人过的日子 就为了生存 为了生活 为了家人 有一天 他非常非常的厌恶 他的人生 那一天又有一些 这些好像买酒 寻村的这些客人 对他很大的一个侮辱糟蹋 他一时之下 没有办法能够忍受 就起了很大的争执 然后就好像喝醉酒的那个酒瓶 就扎破 就扎了那个客人 然后就被抓去 因为他喝得很醉 他也没办法逃亡 就被抓去 被抓去就被毒打 被判刑 到最后 因为本身天天喝酒 就把肝弄坏了 把身体弄坏了 本来就是一直撑着那一个表皮 在生活 然后最后就报销身体了 然后时候就变成这样子藏医 那他说 他变成苍蝇的时候 生命本来就很短 在四周围这样飞 然后他看到我们这个屋子里 这个屋子在这样子的一群房子当中 一个地区当中 黑暗当中 特别强盛的光束 光束冲天 然后他四周围都在传说 这里有谁在这里 就这样讲 观音箱有味活观音 所以他就飞飞飞飞飞 就飞来 他说要到这屋子里 要飞来 以这种小苍蝇 风速这么大 很困难的 每次吹都被阻碍很久 他说他飞了四天才飞到这 苍蝇会了四天 差不多了 所以他很累 一飞来他就知道位置在哪里 啪 就马上抢位置 就是这样讲 集中抢位置 果然上师看到他了 没有把他赶走 没有把他吹走 没有把他怎么样 继续让他趴在前面 这个是他的解说 所以他讲上师 请我能够赦免他 为人的时候的一切罪障 如果上师能够赦免他 他就能够重生 他是这样子要求 那我赦免他 我说好吧 往生 结果他就很快配合 大概飞了四天也很累了 所以也无力了 所以很快 饭机滚 OK 就拜拜了 这就是这只苍蝇的故事 就是这样 他名字很好听 叫做春娇 很有名 阿娇 春娇 你知道 他姓李 李春教 你知道吗 他是这样跟我讲 他是李春教 OK 就是一条命 人生就是一条命 你看 我们都幸福幸运 我要再重新讲 真佛中归一的弟子 真的很幸福 很幸运 真佛秘法 是不可思议的难思议 连畜生到的微笑苍蝇 都能清醒不沉迷 坚持忏悔 得到救度 更何况自称万物之灵的我们 更不能浪费这宝贵的人生 精进地尽失 重法实修 才不辜负今生 有幸归一真佛的殊胜法源 您想知道紫莲堂最近的法务活动吗 想了解动工中的紫莲雷藏寺 最新的工程进展吗 欢迎到 www.purplelotus.org 网站查询 紫莲雷藏寺 历经十一年的艰苦奋斗 于2012年初动工以来 以雷霆万军之力 迅速在北加州建起 正需要各方善性的护持赞助 来吧 同门 同学 同事 同胞 同仁 同心者 大家来吧 圣事之间就做圣事吧 让我们一起来圆满这生命的缘 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圆满这种 让我们一起来圆满这种 三分之间 我们一起来圆满这种 来吧 我们一起来圆满这种 我们一起来圆满这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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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